今天幾天大家都很想去看看 統一版級百貨 開幕第一天 當時我們為您報導過 就是因為這UniClone 這樣的一個專櫃 放置這樣的一個隔板 阻礙逃生 被監管處開罰12萬元 但是我們記者呢 回到在這個前一天 在昨天 監管處再度來複查 沒有想到絲毫沒有改善 所以罰環直接加倍 變成罰24萬元 拿著相機搜證拍照 7號開幕才因為安檢不合格 被罰12萬 北市府監管處8號下午 再度到板級板貨 UniClone專櫃附檢抽查 那個車子 那個車子不能 現在把它移走 好 不好意思 雖然妨礙逃生動線的隔板 已經拿掉 但是安全門出入口 放了箱子在地上 擋住逃生門就是不合格 監管處再度開罰 罰環直接加倍24萬 監管處會在三天內 這個不定期在抽查 如果再有不合格情形 會寄出建築法最高 除830萬元的發援 UniClone專櫃第二天空晚更嚴格 甚至完全不准媒體進入 但是看看櫃上的衣服 這邊亂成一團 那邊皺成一堆 快要變成菜市場 亂七八糟的還有客人的動線 不好意思 請往這邊走 謝謝 這裡是出口 謝謝 百貨公司裡竟然也有單行道 就沿著UniClone的專櫃 擋了封鎖線還不夠 乾脆不讓人往反方向走 連日本遊客都受不了 UniClone的作風 直呼單行道真的很不方便 這日本品牌紅歸紅 但現在二度安檢不合格 可要讓咱們的統一版集頭大了 輪瑞娛娛娛林小凡台北測不到